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月8日刊登题为 特朗普获胜将改编世界的文章 作者是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乌尔夫 全文摘编如下 1919年11月19日 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凡尔赛合约 这一决定意味着 美国放弃了维护第一世界大战后所达成协议的权威 将这项任务留给了英国和法国 而这两个国家既没有意愿 也没有能力承担这项任务 后来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后美国发挥了更富有成效的作用 今天世界在许多方面仍是美国创造的世界 但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下届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可能会给出不仅是决定性的 而且是非常糟糕的回答 最近的民调显示 近55%的美国选民 不满意乔拜登的执政表现 民调还显示 现在距大选还有一年 特朗普在一对一民调中略领先于拜登 总之 特朗普显然有可能赢得大选 这令人不安 这意味着什么 最重要的答案是 美国将不再遵守民主规则 这些规则中最基本的是 必须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赢得权利 美国总统选举是否公平值得商榷 但他确实有一套规则 如果现任总统推翻这些规则 无异于叛乱 特朗普试图推翻这些规则 这一点没有争议 没有选举舞弊的证据 来支持他未遂的政变 这一点也没有争议 他理应受到起诉 然而 他仍有可能赢得总统选举 他可能赢得大选的一个原因是 近70%的共和党人表示 他们相信他的谎言 这令人震惊 虽然并不令人意外 除了支持一个试图推翻宪法的人 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 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显然 答案部分取决于国会的平衡 然而 如果想从他上次的执政表现中 获得额外安慰 那就错了 当年 他依靠的是传统的军事和商业人物 但下次就不一样了 现在 MHA是一个拥有相当数量信徒的邪教 特朗普的一项重要国内计划就是 用忠于总统的仆人 取代职业公务员 如果情报部门 国土安全部和税务机构 军方 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 都屈从于国家元首的突发奇想 那就是专制 是的 就这么简单 有一个复仇心切的国家元首 滥用权力的现象 就可能无处不在 美国将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美国 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最明显的答案是 美国接纳一个公开否定自由民主核心原则的人和政党 会让信奉自由民主的人感到沮丧 并鼓励各地独裁者及其追随者 美国这种背叛的影响 怎么夸大都不为过 然后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特朗普提议 对所有进口商品全面征收10%的关税 这将是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木特获利关税法的当代版本 尽管温和了一些 这肯定会招致报复 而且违背美国几十年来对降低关税壁垒的承诺 并将对世界贸易组织造成巨大伤害 同样重要的可能是对气候变化应对努力的影响 特朗普可能会撤销拜登通胀削减法案中的许多措施 还可能退出促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投资的努力 与中国未来的关系也必然是一个问题 这方面的变化可能不会那么强烈 因为两党都对中国崛起怀有敌意 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也许不会永远毁掉美国 但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将因此不得安宁 我们将不得不适应这样一个现实 美国再次选出了一个曾经公然试图颠覆其民主的人 起诉特朗普可能会挽救局面 但那脆弱的希望凸显出今天民主面临的危险